一卸下货物送货员赶紧加快脚步 跑到目的地不到五分钟时间 又急忙跑回停车阁 对他们来说就算停在车阁 也还是得抢时间 一早八点半开工 下午四点之前 宅配人员必须送完百件货物 就怕任务还没完成 货车先被拖掉 因此都得在大马路上 苦苦寻找装卸专用的停车阁 就算顺利找到卸货专用的停车阁 而且上头也清楚显了 一次可以停二十分钟 甚至还能延长一次 不过也得担心被自小客车 给占据成了送货员的最大无奈 照理说在上午七点到晚上八点之间 货车都能停在装卸车阁当中 而且最长能停四十分钟 不过却常常遇到小客车违规零停 而且也不是每条道路都会有专用停车阁 穿梭小巷送货 宅配人员只能在不造成其他人困扰下 暂时临停路边 但一定会预留汇车空间 而且事前绝对要先打电话给客户 确认不会扑空 紧接着五分钟内送完货 以免身材工具被拖掉好几天薪水 化为乌有 记得华商品李一全台报道